以9万多票拿下金融市长宝座后 外界最关注的是 送青年电动机车证件何时实现 对此金融市长当选人谢国良表示 将邀请前交通部长叶匡时担任召集人 筹组电动机车采购小组 寻找何时的电动机车厂商 并确定纳入金融市政府113年预算 紧速兑现证件 今天就会实现我的诺言 打电话给叶匡时叶前部长 请他来担任我这个电动机车小组 采购顾问这个成员的召集人 请他帮我组一个人数刚好 能够有效讨论决策这个政策的一个团队 那我会尽快努力的来完成这个评估 我们知道113年的预算一定是可以编列进去的 但是能不能够去放在已经编列 而且已经议会通过的112年的预算里面 这个就有待我们来讨论或者去思考 不过谢国良也强调这是要做志工服务才能领取 欢迎符合资格的青年朋友报名参加 让基隆成为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想做公益的朋友请再来跟我们联络 想帮助弱势朋友的年轻人请跟我们联系 我们很乐意的未来一定要提供一台免费电动机车给他 同时请他来帮助弱势朋友 至于经费部分谢国良表示会从增加税入裁员来着手 实现选前规划的四年编列15亿元经费 逐年送青年电动机车计划 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是要有更多的税入 更多的税收 那我自己也会开始积极盘点 过去到现在基隆市还可以有更多 哪一些方面的税收跟多余的收入 这个是绝对做得到的 那我一定会努力来完成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